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回答 謝謝 謝謝 那根據我們的憲法以及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 大法官的職責他有四個點 包含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令 違憲政黨解散審理 以及副總統的彈劾案審理等等 而且大法官解釋憲法的法律位階是等同於憲法的 但是從這些大法官被賦予的職權 就可以看出來大法官其實他的功能性跟重要性 是看得出來的 那大法官所做的每一個決定 每一個宣告對於我們的國家政策 還有法律甚至是對於民眾的日常生活 都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我要請問您 就是公投決定的 如果是法律事項 那可以推翻大法官的解釋嗎 大法官的解釋 看他解釋的對象 如果他解釋的是屬於基本權的這一塊 涉及人民的基本權的這一塊 那剛剛我有特別提到 說明說特別提到 就是人民的基本權 說的是公投決定的 那就是說大法官解釋 因為他如果解釋的對象是基本權 那基本權的話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 剛剛講的就所謂的 那個限率的這一塊 是一個對我們 對人民最高的一個權力的一個指導 所以這塊是不能變動的 那既然是不能變動 那當然是不適合以公投 國民投票的方式來予以妨礙 就是說他可以增加人民的基本權 但是他不能去限制人民的一個基本權 這是我對這個議題的一個理解 因為公投的這個答案 是如你所說的 是不行的啦 那那因為 因為為什麼說不行呢 因為從民主的角度來說 大意志的大法官 可以有如此大的權威 可以來抵擋住 最民主的公民投票的話 那這在民主理論上 其實是很難說得過去的 對於公民的投票也是一種傷害 那請問你 你在四縣跟公投之間 要如何來給他做調和呢 我想那個 公投案能不能成案 公投法 有公民投票法本身有規定 那具體的形成個案之後 那個案是不是會涉及 就是憲法的一個解釋的一個層次 那就是一個個案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他牽涉的層面比較廣 那我想我可能要再去做 針對這個個案做一些多方的考量 所以可能 應該是無法做一個比較具體的回應 謝謝 再來談到 在您的自傳裡面 指出 憲法是 國家的根本大法 不能夠輕易的更動 並且期許自己未來 作為憲法守護者的大法官 自應掌握名義 讓解釋具有時代意義 這是您書中的指出 那本席就要請教您 如何讓大法官的解釋 可以充分的掌握名義 也讓解釋更具有時代意義 那個憲法 因為它是一個根本大法 不容易去更動 那讓它具有時代的意義 一定是要去跟這個時代去配合 那怎麼樣去展現它的時代意義 就是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要去探求民意 那當然民意這個東西 它是很虛無 但是也很具體 那其實所以呢 我是認為說 在民意的體察之外 其實這個民意的衍生 其實它也會牽涉到 當前的一些 比如說 那個國際規範 或者是國際的人權公約 那甚至就是說 我們相關的法律 它在形成的過程中 所形成的一個立法意識 這些其實都可以去考量到 說它訴諸它形成的民意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民意的體察 有它很強烈的一個個案性 所以在個案上面 怎麼樣去橫著 這個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一個點 我來請教你 如果當民意 如果當民意跟憲法 本身意志不同的時候 你將要如何來做決定 我來舉個例 如果說在經過 您的專業評估以後 認為這個法律是違憲的 但是多數的民意 都是認為沒有違憲的 那你會怎麼處理 你會為了掌握民意 讓解釋更具有 它有一些是憲率 就不能動它的 我認為是不能去變動它的 不能去妨礙它的 縱然有民意 也不應該去妨礙它的 那有一部分是所謂的憲章 理論叫憲章 那當然這可以再去思考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要 從個案具體去考量 再來做一個決定 我在這邊可能 很難以做一個 比較周全的一個回答 謝謝 謝謝 我們也肯定你的法學素養 所以我相信 將來你是可以的啦 那接下來